这两天南京儿童医院收治了一名一岁大的男婴 而根据孩子妈妈介绍呢 平日很乖巧的宝宝近日不停的哭闹 X光片一拍吓了一大跳 原来男婴小小的身体里竟然暗藏了一枚五公分长的血化针 在南京儿童医院的心外科病房 记者见到了刚刚手术后的林立 有医生的话说 这个仅一岁零两个月的男婴刚刚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 事情还得从去年12月29号说起 乖巧的林立突然变得焦躁不安 然后就前两天有一点点哭闹 然后下午一直哭了大概一个多小时的时候 然后第二天有点咳嗽 接下来的两天林立又发起了高烧 吃药挂水都无效 医生决定对林立的肺部拍片检查 结果让所有人都吓了一大跳 然后说看看你小孩肺 你咳嗽吗 看看肺给好 然后一拍 你小孩身上怎么有根东西了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针 所以从致命来看 这个有一部分已经快靠心脏这个地方了 所以这是一个很危险 它一向下下面就是脾胀 向上就是心脏 医生最终决定通过胸腔镜对林立进行微创取针 然而这根针却处于一个游离状态 医生凭借精湛的医术将这根长达五公分的绣花针成功取出 很幸运的 它这个整个的针都在肺里面 但是很危险的就是它大概落下有将近一两公分左右的针尖 而这个针尖量基本上就接近心脏 那这根绣花针是取出来了 那么到底它是怎么进入到林立的体内呢 那么医生也是表示 首先这根针绝对不是通过它的吞食进入到体内 因为林立今年才一岁两个月 同时这根针长达五公分长 根本不可能通过吞食进入到体内 而就在这个林立发生这个发烧等症状之前的一天呢 林立的妈妈在她的背上发现了一个可疑的小红点 做检查的前一天我就发现身上早上穿衣服 就身上有一个疙瘩有个点子 我给好多人看过 给他们亲戚 她说没事 可能是什么东西咬的吧 针取出了 但戴女士也更为迷惑和恐惧了 她从不做针线活 这根针到底从哪来的呢 冬天孩子穿的很多 五公分长的针 也不可能穿透衣服直接扎入孩子体内 戴女士承认 孩子在自己忙时交给别人报过 这根针到底是怎么扎进孩子体内 她准备向丹阳警方报案 江苏城市频道为你报道 其实呢 有关于孩子体内被扎针的事件已经发生过很多起了 在2005年的11月份 重庆有一名1岁05月的男婴心脏里面就发现藏有一只长约4厘米的缝衣针 而在2013年7月份 我省淮安一名11个厉害的女婴体内竟然藏有4根针 而从这些针的运动轨迹来看呢 都不排除是人为戳进孩子体内的 那么灵灵体内这根针到底是怎么戳进去的 也将等待警方的调查